主席 注意 我們在學校的研究方面 兩三六百千 要對演奏的 總質詢 已經特地給我回應了 謝謝委員的徵集 對 所以我們在科委會 走到這些方面 好好發展 國人年開始 在國教科 VNV人類學 有客家研究 和中文学学会 正到学校文学 我们还有整合型大计划 典范与挑战的主题性计划 他会每年加列的客家的议题 做一个专题研究 很重要的进展 是是是 我们之后他还要研议 设立一个多元族群 与文化研究的时候 会加上客家文化研究 我们想到大家要让我们来自立 恭喜我们大批 要客家研究者出来 我代表客委会谢谢委员 我们跟中央研究院也有答应 大家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下设 客家专题研究中心 我们翁院长也答应他要赶快研议 客委会我们的客家证件 就国家基本法就可以落实 真的很棒 非常好 非常谢谢委员的努力 我们很感谢 我想所有 尤其是客家研究的工作者 大概大家都会非常高兴 听到这样子的正面的振奋的消息 所以我们这趴下的行为 就给各个学术单位 大力的把这个消息 那个传达出去 然后鼓励大家 这个客家研究学者 或者年轻人要去争取 另外 另外 我们上次出席 出席我们2012 全球海外客家社团负责人的全球会议 这个主委在这个专题报告里面提到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关切的 就是要发展我们客家产业的经济体这个议题 我想客委会成立这么多年来 一步一步的去建构我们客家的事务 已经做到这个部分来 我想接这个机会 主委讲一下一个想法好吗 也这部分 你打算用的做 就是您指的是这个产业经济这一块 我想这个是客委会 现阶段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过去客家产业都比较没有被着力 所以未来我们主要的做法 第一个 做一个区域产经整合 把台湾69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 我们分为北中南东 这个五个区块 这五个区块也就是台山县海县 中部六堆 还有那个东部五大区块 我们五大区块呢 每一个区块我们针对当地的地理位置 还有当地的农特产的特色 我们形成一个当地的一个产业的特色 把他们的产业的亮点都能够呈现出来 同时每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跟当地的大学合作 我们成立创新议程中心 做人才的培养 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协助客家青年返乡创业 让这些青年能够返乡创业 带动在地的发展 也带动在地的就业 这是我们一些的基本做法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哈嘎台湾 台湾客家这种针对特色产业 这个品牌 我们利用联合品牌的这种优势 让客家的产业 经过我们的辅导认证之后呢 他们用哈嘎台湾这个共同的品牌 来行销 这个力量就会更大 哈嘎台湾 哈嘎台湾是客家美食 对 那个客家美食是另外一块 我们希望这个两个双品牌呢 能够共同把客家的产业 客家的美食 能够推广 不值得到全台湾 也希望能够推到全世界 好 我们在这种方向当下 让我们的客家的转损 让我们的体方的体色 我们的客家的文化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这样客家的产业才会有活力 才会有灵魂 尤其我们的客家的文化 一定会变得地益 不要让我们的双业 有一个区别也有独特性 对 我完全赞成 对 正对方面 我们的W有五个面向 要跟那个主委来分享一下 这个五个面向 基本上我们就是 我看到我们的预算 我们才编列了三亿一千五百九十一万元 事实上比去年又还少了四千万 但是这个经费 多少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是大问题 譬如说 我觉得我们要跨部会的资源要溢注 还有别的部会 他的经验我们要去吸取 这个我具体的来说 譬如说这个文化部 他在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经验 他在九十九年的时候 就通过了文创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列出了十五加一的重点方向 所以其实各部会 只要在这个十五加一的项目之内的话 我们都可以编列预算去争取这个经费 那另外呢 其实像文化部 他每年在文创发展的本预算就有十亿 我们其实只有三亿 那另外呢 这个他在跟那个金建会啊 还升起了第二期的计划 就是九十七到一百零二年 就到明年截止 这里面是有九十六点六二亿的资金的溢注 还有呢 国发基金 他有一百亿元的那个投资融资的一个资金 像经济部的其他的部会 当然也还有很多经费 其实我们自己客委会列的三亿之外 像这些各部会的资源 只要跟我们客家的产业发展有相通的部分 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资源整合 毕竟我们是为国家的客家 客家的产业一起来推动 那另外我在想 针对这个多元资金溢注 除了这个资金的引路之外 有一个要提醒 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产业 是一个长期的规划 他要大量资金 他绝对不要停留在一个补助的概念 这个补助的概念是要避免 然后多跟企业跨部会合作 那针对第二项 就是产业研发的这个辅导的一个面向 其实以文化部来讲 它是成立这个专案的办公司 做了几项 第一个它是作为产业的政策发展的一个幕僚单位 也作为厂商的单一窗口 咨询的窗口 那另外呢 它也进行所谓的基本的产业的调查 产业的基本调查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有关这个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育机制的 那个调查研究座谈会或者课程的规划 就像你刚刚所讲的 你要把人才引进进来 可是这种人才呢 是需要一个产业链的概念 所以它不只是做生意 它还要行销很多很多类别 所以它在这个专那个专案办公室里面啊 做到这个部分啊 那在市场流通这个拓展方面啊 也是一个专案办公室 因为我们客委会啊 是才动打扁啦 人动手啦 亚众会动赚养 好 这亚传的第一个 第一个重点 它就是带领我们所有的客家的产业 到海外做这个 呃 行销 其实客委会已经有在做 可是这个产业如果推动下来 它就变成是一个很有规律的 很有规律的一个做法 把这个厂商带到海外去拓展海外的市场 另外一个是国内的 哈 那个博览会 我们也做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怎么样 我们后端的消费市场要打开 那主委 我我很认同你的想法 你就说把这个生活端的应用一定要扩大 这个产业才可能生根嘛 完全同意 那另外啊 就是我在想啊 在这个人才培育啦 你刚刚也有讲了 这个各大学哈 其实台湾在文创产业 这个相关科系有20多 20多所啊 然后我们客家学院也有三大学院啊 这个人才需求是很多项的 所以你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认同 表示你已经思考的蛮细致的哈 这个部分 那这个 其实不止是不是客家人 只要有意要投入我们客家产业的所有的才俊 我们都要把它广纳进来 是 哈这个 我们其实没有限定啊 非要客家人不可 对对 这个把所有能够有帮助我们客家产业发展的青年才俊 都把它广纳进来 因为这个上中下游的产业链 任何一个地方缺了人才就就失败了 所以人才是成败的关键哈 最后那个产业继续效应啊 其实主委我想你应该也知道 像美国我们就讲到戏骨嘛 对不对 我们像工业科学 我们台湾的话就有科学园区 像我们还有婚纱街啦 什么这都是一个产业聚落的一个概念哈 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南北两个客家文化园区哈 其实就可以做我们一个产业计划的亮点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行销的重点 跟人才培育中心 这两个园区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地方 因为我们事实上把这两个园区 当成我们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灯塔 一个灯塔一样 像当地一个灯塔一样 是 所以哈我在想这个东西之外哈 我想跟你分享到一个 其实这个成败里面最重要是一个 我们要先进行客家产业的基础调查 这个基础调查建立了资料库以后 我们才有可能去发展客家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法 有法院依据的时候 我们客家产业的基金会 他在推动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视频巴稳 那事实上像那个文化部的文创院 他已经经过我们的异读了 可能很快就会删读 我在想他这里面有个重点 也是在做所谓的产业的基础调查 我想我们客委会即将要推这个部分 推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可以请文化部 在做个产业调查的时候 把这个database拿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来 我们好好的把这个基础调查建立起来 好的 所以我想这个建议非常好 我们再跟文化部来做协调 有些部分我们可以参考 可以互相资源的 也都可以来互相一起来 让力量能够更大 对对我对主委很有信心 因为你做的多说的少 那有关像我们那个人才培育的这个部分 我想接下来我们也有这个经费 可以把那个大学里面的客家社团的干部 先把它做一个重点栽培 之后再来编列预算 针对这些社团再做一些补助 那刚刚有讲到客家的艺术 艺术文化的这个活动 本期的请主委多照顾一下 我们会再加强 所以我们明年有对这个 艺文台队他们的提升计划 我们明年也会继续做 好好加油 非常辛苦 谢谢